今天呢再给大家录一第二段视频 然后跟之前一样 上一期视频和这一期视频隔着不到一星期 然后刚才那是上期视频的话 然后现在开始 先调色调肤色 然后先大体上一遍阴影 然后再红头发底下阴影就上一遍 然后这一期这个草稿是有一个看视频的基友吧 然后看我上期视频说 能不能画个萌妹子 然后我就果断给他画了个萌妹子 萌不萌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个妹子 现在做一些那个活的底下阴影 然后看颜料 上期大家没听听 那个颜料是白叶 白叶24色盒装 笔呢是华红的那个面相笔 然后想买了自己去淘宝买 我也不提供连接了 然后有什么画错的地方可以拿 或者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稍微站一下 也能可能给那个颜色起一个简单的作用 比较方便 一根纸嘛 粘在深处 然后把眼角部分 稍微涂得深一样 然后我脖底打一个阴影 盖红 还有那个头发底下阴影都稍微画一样 然后一直我是比较喜欢用大发的眼 然后现在要涂头发 涂蓝色头发 我因为整体我是想画一个那种 我刚刚有点偏 那种 不对的 没有灵兽女 差不多那个衣服 我觉得衣服是绿色的话 弄我蓝图的好看一点 然后注意的是 它突然有个护目镜 护目镜里边的头发 颜色肯定不能和外面一样 然后所以说 护目镜里边就稍微多沾点水 涂一下那个蓝色 然后根据上期视频 好多人给我提一点 比如说什么 灯的位置不对 你摆个灯 你的手上阴影完全挡住画了 看毛线 这期我特意把灯给换了进来 比如说上期有人说 你视频太长了 那么长视频给谁看 好 那么这次我就再加速播放 给你们看 当上期也有人说 哎呀你说的什么 我都听不到 你那个说话 一点声音都没有 全让音乐声给盖住了 这次我把音乐声 再缩小一点 顺便做完视频 这样大家就都能听见了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水彩这种东西 这些关键就是靠领悟 个人理解 然后我只是教你一个大致的流程 让你看看怎么画 这个掌握水平量还是你自己调整的 因为水彩这个东西别的都别的都没啥用 最重要就是和水平量的面积 它颜色就算只有那么几个颜色也能画 也不画 就通过水量的水量多少来控制颜色深浅 包括色相什么的都可以通过水量 然后我通常画画头发什么都喜欢加点别的颜色 搞个那种垫垫什么的 看来好看点 我是比较喜欢用那个紫色和蓝色配合起来画 然后现在就把头发给涂得差不多了 这头发其实画的有点毁 因为一开始第一遍颜色的时候 用水用多了 用水用多之后 它干的很慢 干的很慢我还比较急 比较急就往上铺颜色 铺之后它就运不开 就一运就运大了 然后你想再往上加深还没法加深 然后就比较麻烦 要不然的话效果应该很好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这个头发上比较花时间 因为一开始泼水不多了 所以一点点磨呀磨磨磨 这头发是费了超多时间 我觉得上一期那个画的还可以 想看了可以去搜一下我相关视频 看上一期画的 虽然声音听见了 然后现在勾一些那个头发的一些小细节 发丝啊什么的 这时候把红目镜里面头发也打一下过度色 还舒服一点 这时候换一支四号饼 换四号饼开始画眼睛 眼睛一般是日式风格的话是头发什么颜色 眼睛就得搞出颜色 然后眼睛一般是先铺一层很浅底色 如果水多了的话拿笔 把笔擦干了之后吸掉水 对你平常是用那个用卫生纸漆 如果是这种搅东西 如果你想让它稍微水少一点的话 你就把笔弄干了 笔尖一放上那个笔 自动把水给吸掉一半 效果比较好 然后干了也比较快 然后准备一秒 然后眼睛基本这样 然后一会儿再画一下那个眼睛那个眼白处的阴影 就很简单 日式风格 日式风格都这样 就是脸都是刻画的不是很细 我上一期那个是纯刻画的脸 不过也没那么多人喜欢那种脸 但是我挺喜欢的 然后画一下嘴 嘴是因为它是张着嘴的嘛 牙是必须有的 然后一个舌头 在这边是其余的就是阴影 比较好理解 然后画那两个 小什么 画墙 两个小画墙 这个起 这座起情起的快 走路到起这么快 把起情也给录起来了 这个起情一共用了也就当中头就画好了 因为主题鲜明 连夜会蒙蔽 反正我觉得挺能够的 然后把护目镜里面那个 就是里面那个胶皮那一块给护一下 其实这个护目镜本来也画了彩色的 但是怎么想就想不出来 画什么彩色呢 明明这幅画面 颜色协调上 那就直接画黑了算 大众 这一幅给他画了很多装饰品 比如那三个 三个小那个 那叫什么 应该说是 清真吧 有一个还带着头上 然后还有两个发卡呀 一只 一只有点类似愤怒的小鸟的东西 还有一个 武道杠 我总感觉武道杠很牛逼一样 三道杠不是什么 大队长还是什么呀 武道杠那不是 非常牛逼了 现在屏幕底下出现这个秋群 是我刚建的个秋群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进来 这些视频呀什么叫床呀 包括我画的画呀都会第一时间 放到这个秋群里面 然后因为就是 社员网 传 流科 你是想传 B站呀 传什么的那个 把视频传上去的话 你就必须得等到 上电脑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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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电脑才能上 就是说网速太疼了 穿的话 估计刮雨天机也不好上去 事情就挺大的 然后现在 刚才不理了一下衣服 这个衣服还是比较好弄的 就是整体就是 两个颜色关系 一个固有色 再就是 再就是擦那个 暗面嘛 或者阴影 稍微涂一点 这个领色我是做了一个渐变的 因为一颗橱啊 比方要咽一点 然后 弄了颜色的话 这个白叶的这个水测 也就是 俄罗斯那边画风景 所以说这个滑货 这个美串的样子 一涂就会出去了 然后就搞点点 那么小话 然后现在 这个颜色后边 颜色后边给它稍微弄 我给弄了两三层嘛 看起来漂亮一点 然后就这样 这衣服其实比较简单 一般女孩子的话 你凭空想也随便就能想出衣服来了 男孩子的话 就看着时尚杂志嘛 要不然 怎么想也都是 想出来一些羞羞的东西 然后呢 我看着 我看着 那天 我看着 他有 他有 我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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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发到那个,再发到那个底下的评论区啊,或者说视频介绍呢, 有兴趣就加一下,就感觉QQ群会比这个, 会比这个B站上放了早一星期视频。 下一期做什么的话,大家就给点一点, 有什么,比如说,有人想看画个猫男啊,画个小动物啊什么的, 就直接在群里发个消息, 然后或者说单独,单独给我指一声, 然后我看看参考一下,然后给画里面做视频,让你们学习学习。 其实录视频,说的录视频,我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我画也没那么,也没那么好,就是,边录,边录一边自己学习嘛, 就这个意思。 好,当然,那群里我也加了一些大厨们, 然后,没准你们会在群里, 去母艺间看一些大厨们的作品, 不要惊讶。 现在给它画了它传奇性的舞蹈杠, 舞蹈杠。 然后开始涂那个阴影过满意乎的, 这个比较好涂,基本上跟着别的就行了。 这个视频是用的五倍速来播放, 上个视频做的时间长,因为画的比较细。 这个视频总共是,总共花了两个小时来上色了, 然后也上的比较快,也比较好, 也没画出那么细节。 然后你看,发生是个例子。 然后我觉得底的一颗透,就稍微出了一点颜色, 还有一个效果。 好,开始从那个前景。 我今天搞的也,我感觉不是很糊糊的。 我本来是想,原来是想给它, 本来想给它画一个,画一个啥来, 画一个喜欢啊,喜欢啊什么的, 画一下。 画,画成个鸡了。 嗯,画成个鸡了。 嗯,画成个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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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稍微做一个, 。 这幅画是, 画的。 上一个,上一个作品是, 怎么说呢,是偏个人画法吧。 反正我自己个人风格就是, 懒得出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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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宁愿把线都爬了一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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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如果出现就, armor, 这个手笔, 就是, 就是, 比如说, 喜欢携带好的歌声 是, USDX programs。 再再放一下那边 那里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接近完成了 当然最后我还会放上那个 完成搞苗图的 因为还是装地形的 还是一个 还是金香凳的一个放过箱 最后放的那个扫描稿 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过程 大体弄一下 张力的机器 这个画的那个小标志 这个那个五角尖 我今天这几部画都画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小天是挺有的 然后下一步拿那个白墨水 就漫画用的那种白墨水 用那个最细的那个笔 点白点嘛 因为这幅是日式画法 日式画法这个点白点还是比较带感的 就是一般是甩点 但是我每次甩点都甩不好 一甩甩一手 有时候还甩一腿 那倒霉的时候还甩一脸 更倒霉的时候还能甩一袜子 甩一裤子 甩一衣服 有时候还能甩在背上 然后我就用点的方式 好了 现在大家看见就是最后的那个扫描稿 扫描仪也是扎扎扫描仪 但是既有的 既有拿来给用的 然后我觉得勉强还能用 然后大家将就看一看 然后剩下的这还有八千多钟吧 八千多钟干嘛的 会给大家讲笑话 说有这么一个孩子 他爸爸呢叫王小虎 他妈妈叫王小丽 这孩子呢 他叫王小虎 他住在一个庙里 他拿着一个盆 盆里有个碗 碗里有盆肉 他吃了 你馋了 这个故事讲啥了 大家觉得好笑不好笑 好笑的话就得最初点个顶吧 或者加冰淇淋的 咱去吧 好笑话 这还让你炒刀 所以不让你炒菜 好笑话 一会让我炒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